离开家到沈阳会所 坐公车中途还要换路线 康惠男每一次都是小跑步加快走 就怕错过了车班会迟到 他路上为了赶时间 他赶上车一路小跑 还是满心欢喜的 因为你是从心里头想去做这个环保 康惠男78岁了 从不觉得这会是一件劳心劳力的事 去年春天先生往生后 他曾经很孤独 做慈忌的女儿把他带到了环保站 老有所用心境大不同 还能在慈忌 还能坐一天 还能欢喜 还能把我自己当个宝 所以说你说持绩这么好 我咋能不好好做呢 好像师父终身想追求你这么个地方 所以他谢了我 我就一直走到现在 大家同样不能没有他 不只是环保 会所福田 巧一房的缝缝补补补 甚至是酵素的制作 他都能上手 哎呀每天我要是不来会所 然后看不到你们 我就会想你们 只是老婆说 确实是 有一个老妈妈的这种 这种情怀吧 相依也相惜 这不就是家 才有的好情感 大爱新闻 这下美志工宋贤伟 简玉平 辽宁报导 这下美志工室